哈囉 大家好 我是Gavin 布萊西在賺人眼淚 絕對是不手軟 今天選了上次留言中呼聲很高的兩段 來帶大家回顧這些也讓蓋文看得熱淚盈眶的動人畫面 在接下來進入這面前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每週都會有影片與Podcast都跟布萊西相關 如果想支持我們繼續創作的話 現在我們開啟會員制每月一杯咖啡錢或飲料錢 或者是一克吸體餐券的價錢 就可以支持我們製作更多更精細的影片 現在點擊加入 還可以跟牛頭前輩們一起決定之後的影片走向 以及收看更多獨家影片 也歡迎道友們一同投入牛頭大軍的行列唷 如果說到友情很感人 除了第一集就推出過的今生不滅的友情外 在這之前 大家一定都會想到木少愛未有赴湯到火 不論是羽人還是天險刀藏 要是木少愛一旦出現 就宛如一記強心針 帶來歡笑 也帶來安心感 除結交好友外 木少愛年輕時也積極參與正義之事 我們也從月刊中重新梳理一段故事 辨識木少愛身邊男童阿九的故事 在忠烈王府老夫人 被黑派之人一好顧及 但因逸流當年活體實驗之事 引發忠烈府調查並滅逸流之意 木少愛化名刃平生 成為滅五輪之魔頭 被五路高手追殺 逃至逸流 也在此之前 木少愛在一次機緣下 便遇見阿九父母 且達成協議 讓木少愛必須使天生半心的阿九活下來 同時犧牲自己 順利讓木少愛得以認平生的身份 進入逸流並擔任首作 配合忠烈府 殲滅逸流 其實特別提到這段故事 是想表達阿九對於木少愛 其實只是簡單的疑病關係 但不論是目的還是道義 木少愛最終都把阿九帶在身邊 視如己出 尤其在傲笑紅塵 被情桌 遺讀魔界開出條件 要以佛心交換魔心的事件中 用以阿九身上的殼陽精 成為一切關鍵 阿九明白 少愛心中的掙扎 也只是簡單問一句 奧少紅塵是個好人吧 這段 搭配無語類千行 簡直噴淚 尤其阿九 那個懂事 又裝作不在意的模樣 更是讓人心疼 阿九 少叫我超紅塵 照相愛的希望 外面火也是無關的 阿九 我是一個飛雄紫色的人 我多想一切 這也反映到木少愛 為什麼在交換魔心的交易中 會如此憤怒 甚至露出 不屬於藥師的 如鬼般的眼神 而這一切 都也是為了阿九能夠平安成長 也是沐少愛為人長輩最寄望的一件事情 而當年為保阿九生機的沐少愛 也以秘法逆轉阿九的身軀 讓他停留在九歲的成長 避免心臟無法附和 在得佛心之後 沐少愛也為阿九進行換心 而一旦換心 過往的記憶也將隨之而來 在當時一再武林奔波的藥師也是無力分神 只好為請好友諸恆看住阿九 避兔魔界進入苦境 沐少愛與群俠為抵擋即將復活的魔軍 排步連環祭策 其中關鍵人物 也是沐少愛的誌友與人非禁 在狂龍的刻意安排 與師父孤獨圈 故意逼與人非禁 面對自己所做過的事情 在過去 與人的母親 老女菲菲 因父親被鬼良嚴加浮殺 帶著與人逃入不見天日罪惡坑 而為了生存 亦獲本性使然 母親與罪惡坑的男人 幾乎游覽 受到不斷言語霸凌的群人 受孤獨缺的指導 習得絕學六億刀法 連串記憶下 群人失守沙目 逃出罪惡坑 躲到落下孤登 所有心事藏於心中 也導致群人的個性變得自卑壓抑 直至遇見沐少愛與其結交 並得忠烈王護震改名 隱藏住過往弑母的逆人大罪 出現在群人身邊的朋友們 也皆刻意避開話題 直到孤獨缺的出現 這層隱藏的傷疤再度揭開 被埋藏在癒合的表面下 是更深一層的腐爛 群人的心中 是充滿著不安與惶恐 恐懼別人提起 他曾犯下的大錯 連環的悲慘宿命 也讓群人害怕 自己又會為他人帶來不幸 不斷的壓抑傷痕 沒人敢去窺探 但傷口早已腐爛見陋 孤獨缺不斷逼群人決戰 刻意挑起了群人的心病 讓傷口終於露出腐爛的根 群人時無奈的對決後 又從萬兩黃金口中得知真相 讓群人陷入更深的自責 孤獨卻恐懼贖罪的過程 不被獲得諒解 群人一心贖罪 卻始終無法面對自己所犯的過錯 罪與贖 是難以平衡的天秤 世上無人是萬利 搖入恢復 殺了他有戰友 你想背著的保護得救 你比作出白 你不是你受罪了 你是賭票狠身 就由幫助的人來檢查你入獄中的罪感 無路應啦 真是無路應 因為最根本的問題 你就是你從來不乾脆面對 遺失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你就離局是一個異國 你什麼時候 就臨正是雷神所欠過的黑帝 在種種經歷後 原本慕尚愛想以參與鬼良家喜事 衝刷群人心中的鬱悶散心 卻在看見新郎一切變了掉 新郎身上的紅衣 牽動群人對母親的憤恨 恍惚間 回到弑母的情境 交錯下 羽人出手 殺死智友 醜落岸城的弟弟 鬼良非玉 做下的大錯 羽人瘋狂串逃 此時恩師孤獨缺 遭狂龍所殺 投入竟在此時 出現在他的面前 這一瞬間 所有的武裝 抑鬱 讓羽人崩潰 只想逃離現在 為師父報仇 報仇是他唯一的想法 即使阻擋在他面前的事 斷焰西風與燕歸人 他依然不顧一切前進 除了斬殺狂龍 他已經不知道 如何發洩自己內心的情緒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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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倒下 也要为羽人收拳一切 在羽人飞劲挑战狂龙失败 孟杀爱冒死闯入战场 受狂龙一刀重创 孟杀爱背着羽人 面对鬼良府的大军 拼命逃到水晶湖 而此时 羽人对自己无法报仇的无能为力 更看见好友为其付出如此 羽人对自己的无能为力 对战败的不甘心 更为孤独缺的死 流下眼泪 彻底崩溃 无事 啊 啊 啊 总是疾痛 啊 既有疾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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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是啊 啊 啊 一名 槍皇 修魂 兄弟 我們 幾度 幾世 對 你 這 一名 而生前 沐少艾便已交代一切 隱瞞自己死訊 在鬼狼天下懊悔 帶著沐少艾 前往水晶湖 終讓其再見與人飛鏡 何焰長眠 小船載著鑰匙 隨波入海中 蠟燭攔起 雙雄火焰 沐少艾最終被海浪吞噬不見 而這個名字 就像在武林消失一般 沒人記得 他最後去了哪裡 而這段過往 卻永留自有心中 透過兩段經歷 我們可以知道 沐少艾未有的真情真意 為天下福祉 沐少艾從未想過 犧牲自己的朋友 反而想方設法 盡力周全一切 也許在他身後的發展 不盡如他所希望 但痛快的活過一遭 能替友付出這些 也讓沐少艾到了最終 仍是帶著笑容 選擇承擔一切 含笑離世 為這武林留下一樁 動人的情誼故事 《白蛇傳》 《人靜皆知》的故事 在警官布袋希爾魔陸血戰 《莫武俠風時期》 也重新演繹這段劇情 而世人皆知的傳說 背後的歷史又是如何 由於特殊地賣 名幻龍仙口 會吸引搜遭水脈 會聚成不正常的廣大水活 一旦成形爆發 方圓百里盡遭海嘯毀事 一處名幻金雷村的小村莊 弟弟便匯去了龍仙口 這毀滅的力量 而此時金雷村 來了一對狹旅 一名高僧 霞旅名幻清熙軒與錦煙俠 相識於橋上落雨 因一把傘而相識的愛旅 而高僧也是我們熟知的伐海 為了金雷村方圓百里 以及清熙軒的故鄉 與龍仙口有所連通的海境 清熙軒與伐海步了一局 開啟百年因果的一局 錦煙俠的真實身份 其實為魔式交融 傳說總會對應歷史的真相 清熙軒讓錦煙俠引下百里聞香 其中混入了醉熊皇 可令魔族心神大亂 功力喪失 錦煙俠被罰海與清熙軒聯手封印 作為肉身人柱鎮壓龍仙口 更遭佛國王骨此經波壓制 而歷史成為了故事 流傳了與真實截然相反的奇美 白礁白蛇金雷村雷風塔 不變的是罰海之名 引去的是曾經深愛卻離去的背影 這是因 百年之後 時之魔入血結 在正道需要此經波之時 錦煙俠被意外放出 百年長河 足以沖刷傳說背後的真相 金雷村封印的是凶神白礁 金雷村民相信的是他們身父正魔榮耀 百年長河更足以改變一切 即便對象是受緣優長的魔族 不存的族群滅宗的鄉土 甚的只有恨 對背叛的恨卻是愛恨交織的仇 但至少對縮使希軒背叛自己的佛 能夠全然的傾注恨意 錦煙俠的容身自此 指於沙佛與侵略中原的模式 統一戰線的錦煙俠 戰中見到了一名高僧 喔 用錦煙俠的說法應該是突驢 遠比其他突驢更更該死的突驢 心得不苦的異性 卻引全面的相交 我行喬他無 既靈隨著人家在心裡的境 強強疑問 他願以身受一掌換一命 背負魔對人造成的傷痛 即便身受數十數百掌勁 亦要保下中原殘餘的魔兵 無人無佛無魔 否者怎該分別心 唯有大愛唯有慈悲 一張一張的身前 一聲一聲的空所 大愛唯有某種死命的當下 聽在你中 聽在心肝 嚴肝心 還是救生 他稱自己無德無功 渡人何來功德 不過不忍執迷蒼生 他稱此心一念緣起 不過一念誰不能領悟佛法 誰非執迷蒼生 誰無行差踏錯 天命不過因果 他卻有著與秦熙軒完全相同的面容 那是因果 開始輪轉的證明 其名菩提尊一步殘空 你再訴苦生命 天下無佛 天下無無 天下無無 不無無無無 不無無變 狂出天下 難 難在今世 不在天門 你變了 你變了 你也許 你也許 但有一點不便 何凶之時 倒endo 王 天下無無無無 不一定是人悔 就一定是因果 算我罢你的因 我相信你相担的一個故嗎 答應本作一個要求 勁力只有你 面對錦煙霞 一部殘空有著無比堅定的執著 雖然和幻不如魔的極端狂烈 但卻一樣堅決 錦煙霞見了他為寶魔兵遇血大地 與他見了這苦難眾生 一部殘空見了他所體現的魔 對愛的極端 對仇的執著 同樣但背道的堅信 佛與魔此刻互相影響著彼此 野狂之間都怪 噢... 所以... 看到了嗎 這就是笑意的結構 你受求了 但連貢文所有的因果 可是無法改 阿彌陀佛 你... 即使你一直随便度過 那就再下一個多有時候 邊境不是多多 是你放棄這個機會 那邊境就多十字 最后一定會領悟訓 怪兜出今甘丹 我愛你 愛上我 或許菩提尊曾如此告誡自己 那是很好的賭約 因為那會使景岩霞能接受一部禪空 向他傳授佛法 讓一部禪空能潛移默化地改變景岩霞 禪源於生活 佛源於日常 世間無法諒解 不過分別性 眾生執迷 分別性是正常 他 只是眾生 欸 我看一定有問題了 該不會連意也要補吧 欸 真是失敗 一直替殺人 鄉秀 垂星羅 這算是要煮米啊 阿彌陀佛喔 是愚無耶 那也是無耶 嘿嘿嘿 這是一場不可能輸的賭約 魔怎可能領悟佛法 魔代表的是極端 這佔有 是無情悔愛的佛無法理解 無法容忍的存在 而堅信如此的佛的一部禪空 怎可能贏 景岩霞如此堅信的 佛既無法理解魔的執著 那麼魔又怎會領悟佛法 我不會領悟 你也不會愛上我 你愛了 你便背棄你的佛 我也不會輸 也不會贏 愛 是兩情雄萬 以非丹雄人靈 人作雄萬 自在地看不清楚愛本質 是僵喻 是敵覺 是感性 是極端 兩情雄萬 只是照顧 是一種渡片的方向 伏伴的秋冬 因為人總是想到 一後 有更好的選領 其實 只是另一種主水 想像 因果輪轉 一路度化 一路執著 百年之前 宿命三人再去 卻是恩怨難分難解的宿願 連串忌諱之下 景岩霞與一部禪空 回到榮仙口 因總會迎來 屬於他所成的果 有著與乏海相同面孔 更是清晰宣後裔 的靈族師相 玉星儀 成為完成因果的最後拼圖 魔 靈 佛 與百年前 相同的身份 相同的面孔 卻是不同的立場 失去景岩霞力量鎮壓的龍仙口 即將爆發 玉星儀維護海淨 強行以武力 重新封印景岩霞 鎮壓封印 危急時刻 一部殘空 終於發現關竅 重點並非景岩霞 而是自身佛力 好天尊 你真要補足以 你也是重生氣 為了一隻人 不只是近乃村 要奉完百里的百姓百種 日下 蘇得最美 堪連至海境就位 若兩千秋不快 海小將十字海境 就算是這個 你已經要救他 要犧牲我嗎 哈哈哈哈 這把鳥 東有一定 相同一人 看見極苦 就是犧牲我嗎 就算我什麼都無罪 也是有犧牲我嗎 金面蛤 你願意為了救金雷村的村民 你犧牲祖記嗎 哈哈哈哈 原來是這次我 一百年前 地球真要為大半十不關 所以是夢都無夢 一百年 你已經報了 你真的要問我了 邊境中一邊邊 為何邊境會載古上你 為何會依你載回蘇上 你想說什麼 這是天命 天命愛我一世人 被困在這個地方 這不是天命 這是因故 在東有的地方 在都熊悔 這就是因故 好幾順 我們已經沒有時間 我們已經沒有時間 你為什麼 被困在我 請去順 我們沒有時間 喊 喊喊大叔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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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金雷哈 白礁背后的要世间偿还对他的不公不义 百年之前他什么也没做 只因为他是魔 他爱的人选择将他牺牲 百年之前那名和尚选择牺牲他 百年之后曾经背弃的灵族 却以法海的面龙再现 简岩霞为怨同归于尽 而曾经悔爱的佛 如今以牺牲的面龙重现 诸事的一切恩怨却是 要是背叛了我 好听尊 你要记得 哪里都有吗 那面情就多喜做 最后一定令我负贪 我爱你 爱上我 你也负费 非常贴爱 你 因此仲人 但心 我有不远 为了你援救星 是想我吗 我爱你 你 爱我吗 第一次记命即逝 我便爱你 百年齐前 百年齐后 六境英俭 不离不戒 几书 别告 台书 你在哪里 你出来的吗 别告 台书 啊 七兄姓姓 一转右边都走 铁山人 当秋吧 这时英故 百年齐前 百年齐敖 要不活动 十三 十三 大一里裂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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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环 好 返土下中 也行动票一伯 一步先空 七轎秦红 在这刻恨消了 直散了 当白蛇甘求雷锋塔下 当白蛇甘认天命 相同的面孔再次做出不同的选择 是天命吗 不过因果 多跨的半步 半圈回升 只为最后刻骨铭记一眼 百年前 秦席轩说他是凶神白蛇 离开了龙弦孔 此生一步禅空被千夫所致 留在了龙弦孔 百年前 白蛇为镇压 凯然作画 此生 玉星怡得以逃出生天 那时 两千秋 若是挂冕冰冰冰 一旦不发 不只是出地災烊 竟是海境浮渴 我令狼不准 无法态替它 但两千秋不发在家 已經正在一後,我統下不定 他高興連想報價 為了不將善良的金女春仙人 比真相煎五日主席一生 八祖父變了一套歲數 讓人相信所有的定謀應有 可是...不是劣錯 你... 在上萬好一道 我求一大志 快追... 快追... 前輝紀錄,我請起孫宰處立時 由一無來生... 完結修行... 抢還初情... 公佈戴愛... 回鄉重新... 經歷此事後的兩人,立場微妙變化 逐漸認同佛的魔,卻因佛結 失了執著、忘卻一切 而冥冥中的天意註定 忘卻一切的魔,卻重回龍仙口 這一瞬間,那些最痛苦的記憶 如浪潮般襲來,令白礁自問 自己怎麼能忘 當時自己怎麼能忘 不一定微 Jersey death 近錯之時... 甜蜜達歷,尚父 你... 你... Wish I... 夢... 夢想... 你也忌敌,你也忠誉 忌敌,快忍,忍忌敌 忌敌一切,你对你太残忍 忠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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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忍辱,相信 我,不忍辱,我的祖众里,心里 我,在笑,都是痛苦的悔悔 嗯,我知道 但是 忠忍 啊 连尊都休息 千家 太 好多 守护金雷村的意志,从百年之前到百年以后 即便在故事中,有人离去 有人为情,牺牲自我 而那共同的守护之心,不曾改变 于是,当海靖面对危难 当众生陷入绝望 当一不残空宝下的魔兵 为了菩提尊,为了海靖 慷慨赴死 于此刻,锦岩霞有了决断 滴滴小马 关下红灾心 都 只要灰灭中心 所以 我需要爹的量 只能保护海境 保护中心 所以 一不残空 一不残空 将天的荣极 我 我能保护 被上海到海境 以其他无辜生灵 多谢你 一不残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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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如同过往与一部残空赌约式的决断 佛语魔再次解最后的并肩 这不是天命 这是疑惑 有百年前回向现在 清晰轩之于烟霞 烟霞之于长空 长空又回向了烟霞 向了日破 最后回向了众生 百年前的伞成了古霄 回向了借伞的人 而削弱的风声还了因果 这段故事不论麻瓜还是道友们 都对白蛇传有一定基础的认识 而透过金光布袋戏的改编 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演绎方式 也在当时深深的被骗了一堆眼泪 即便在那之后 金光还推出CUSO版的龙仙口之战 仍然不影响我对这段戏的好感度 而今天整理完这些片段 道友们喜欢哪个段落 也可以留言一下 之前两集的感人特辑 也可以再帮我刷起来 而影片的最后 也感谢这些加入会员的牛头大军 如果你也想一起支持我的创作 现在也可以透过资讯栏网址加入会员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还喜欢我的介绍的话 你可以选择订阅或留言 还是加入会员牛头大军 或者透过超级感谢 可以支持我们制作 更多关于布袋戏题材的影片 我们每周都会推出日常相关影片 也跟布袋戏有关系 还有可不可以看的Podcast 会员专区也定期推出 布道时间与独家私密的Podcast 盖文瞎聊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也请帮忙推荐给身边 喜欢看布袋戏的朋友啦 那我们之后的影片再见啦 我是Kevin 大家拜拜